像這樣吧 這樣才有那個很辛酸做手工的感覺 小明 為了撇步插藥 每天在做的羊毛沾的手工衣 啊!不想今天有吃到手啦! Liu三家,我是LinLin 好,那我們現在呢 今天要來做羊毛沾 耶! 臭盒子每次都要這個部分 給我 好,那我們今天先來做一做那個 小饅頭 因為妹妹說她要這種 今天就要來幫她做啦 饅頭的顏色可能會是這個 好,那我們大家要 先把它翻平 像拿蔥汁小剪刀 剪自己要的長度 接下來就是我們做的步驟啦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張馬 好,把它折起來 然後要小心喔 刺一刺 這是基本的圓的方法 好 記得要每次扎完要把它拿起來 不然它會固定在上面 好,第二次一樣 折好了之後 刺 要是怕刺到手 又想刺很快的人 可以拿著刺拌 這樣就可以很安心的刺 好,就這樣一直步驟持續 然後把它用圓 盡量把它用圓 有時候會覺得聲音很療癒耶 剩下一小點部分的時候 就壓好把它尺側 弄好之後 就要把它塑形 變成你想要的形狀 就吃一吃 記得同一個地方不要吃太多 不然它會有那個刺的痕跡會不好看喔 好,你大概覺得好的之後 你... 因為我今天是要做小饅頭 所以呢,我們先 戳你想要的眼睛大小 就戳一戳 戳起來一個一個 好,好了之後呢 把它吃上去 要是怕你會忘記五彎的話 你可以先 做一些小記號 然後記得喔 做眼睛的時候 要比原來想的大幾倍 因為刺進去的時候 它會縮小 好,眼睛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嘴巴 所以就這樣戳成柱狀 不是柱喔 不是那個柱 錯 好,拿起剪刀修你要的邊 好的之後一樣 吃上去 請問羊毛沾要這樣一直吃吃吃嗎 對 所以船舟中的吃吃老 是跟羊毛沾有關係嗎 什麼叫吃吃老 吃吃老 如果你覺得不夠或者太醜的話 現在是修 可以修成不要的樣子 好,現在就是修的時間 真的太可愛了 我把它修得 可愛為之 接下來我們來幫他加個可愛的蝴蝶結吧 蝴蝶人 蝴蝶人 這就是渣子人 這個,媽媽最厲害 好,那現在我們把藥的部分 一點點折去放回去 藥的部分剪好之後分 就看你要多大的大小 因為我小籃頭就需要比較小 全部是有問題嗎 打燈打得那麼誇張 打燈打得那麼誇張 全部是有問題嗎 專業打燈師啊 專業打燈師啊 專業到 很強 專業免強 這樣啊 這樣才有那個很心酸 做手工的感覺 噔噔噔噔 小明 或者貼個掐用 那天在做的羊毛沾 他的手工藝 啊,不想今天有吃到手啦 這樣可以嗎? 這旁白可以嗎? 呃,不夠OK OK嗎? 不OK 不,都OK 我需要把這個經紀人給丟 需要邊 到夾邊 熟邊 好了 好了 接下來要把蝴蝶結弄上去 這個就好囉 來吧